十字路口機車汽車直直衝 都沒有停車 意外發生了 機車撞上小黃的左側板筋 連人帶車噴飛 在地上擦出火花 無油路上滿地的零件碎片 還有染血口罩 三十歲徐姓女騎士 已是清楚全身擦錯傷送醫 計程車板筋破洞 保險桿登殼也碎裂 司機更是驚魂未定 沒有啊 你不完全弄不動 車禍發生在台中 青島與熱河一段路口 清晨五點多 機車這方耗製閃著紅燈 警方出判是騎士沒有禮讓 閃黃燈來車 對方駕駛根本反應不及 機程車駕駛則無受傷 經警方檢測雙方均無酒精反應 台中南屯也有一位媽媽 在孩子參加游泳檢定的途中 出了車禍 人沒事車也沒受損 但媽媽擔心孩子 趕不上考試心急如焚 你們知道在哪裡嗎 他有沒有考試進去 有辦法自己去嗎 那你們還要換衣服 先車上 你東西你們的東西拿著 我載你們過去 要考試的東西先準備啊 警方霸氣一呼開著警車 把小四小六兩名男童 載到檢定場地 過程中還跟孩子聊天 緩解緊張情緒 幸好最後兄弟倆成功晉級 做媽媽的也鬆一口氣 記者稱呼而詢問了 雲杰 台中報導 你東西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